最近一个月屡屡有情留言或弹幕胡希望能聊一把再播的剧集 追评15部迷你剧的进度后 这次一次性盘起 近半年来 韩剧的整体塌垮完全一言难尽 民编民导接连失手 直播乱象横生 使得本节目原本依据主创阵容 剧本及平台信息而预测的烂显高系列 只能无限期停更 看年来 维尔值得回刷的品质剧《LIFE我的大叔》相继完结 明年咱们白想见吧 断粮阶段看着一部部剧从编导到演员 一组组的放掉 五味杂成的乎只有三个字 观众有什么罪网 放过大家不好吗 以下就是在播剧集评测 这一刻我们在追的土味烂剧 D级土味烂剧 这个级别无论题材阵容平台 总结起来只有三个字 既土又烂毫无优点闪瞎狗眼 这份荣耀属于KBS2 SOOTS和MBN 他们的slogan大敌是 都给老子闪开 我们要开始装13了 至于收视率 对不起不是你优秀 是对手更差劲 C级烂剧 如果D级压根不该诞生的话 那C级属于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的段位 利益设定或部分手法及表演可取 奈何剧本本身或导演的问题太大 导致剧集整体不忍足度 这份荣耀属于在需要严肃对待的职业剧里 用60分钟跟观众开玩笑的NBC 剪法男女 利益出众 但具体处理流于表浅 噱头带于内容的TVM 想停止的瞬间 关于时间 演员和剧本双双原地踏步 老套到无法自拔的SBS 训难正音 好 更重复三遍也不倦 当观众每集开头 失忆一次的JTBC SKETCH 连名编徐树香都失手 令狐无话科港 痛不欲生的SBS 油腻的Melo 以及至今 不懂为什么屡屡随大流 挑战韩剧短板 人工智能的KBS 你也是人类吗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建议打包丢器 记得要垃圾分类哦 B级土剧 这个级别属于优缺点明显 可快进或跳刷以啥时间 共有四部剧入选 与前两档不同 需要单独分析 首先是TVN的《无法律师》 此剧毫无疑问 是非常流畅的 演员之间也是有火花的 然而缺点亦明显 剧情老套 冲突有腻 无惊无喜 中规中居 李准基的英雄情节 已严重限制了他的戏路 同比还有选宾的总裁情节 张东健的绅士情节 李中硕的孤儿情节 绅士景陈世妍的角色情节 调戏会的灰姑娘情节 调总值也日渐有此态势 然而李准基最为可惜 毕竟他的天赋 比其他几位要好很多 踏出安全区的脚步 需要卖得更大一些 诸如《无法律师》 这类爽剧中 他闭着眼动能演好的角色 更怀念华丽的休假里 李准基的表演状态 第二部土剧是NBC 过来抱抱我 此剧以罪犯及受害者家属为切入点 探讨人性及疗愈 视觉和创新度无疑是值得表扬的 刷剧后 你会为之前能祝贺秀志的相机此眼而鼓掌 这俩角色他们确实演不了 当然 秦极周 闲天不足的声线 导致台词表达有问题 细节处理也不尽如人意 张基勇倒是表现出了杠柱难以的定力 总的来说 秦极周比秀志好点有限 但张基勇势必比男竹贺稳太多 然而此剧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慢到家的节奏 恍惚是在看日日剧周末剧 那次本乎还特地确认了过来抱抱我 以60分钟每集为标准 你定播出16集而非56集 好处是大量的特写 柔光慢动作 使得画面屡屡呈现MV及广告片的质感 瞎的是慢吞吞的节奏 导致流畅度大幅减弱 导演林 我们不是要在剧档刷电视散文的在 诚之建议此剧以1.25倍速观看 既不影响剧情理解 也不会错过演员表现 亦能节省你宝贵的时间 第三部图剧是SBS Secret Mother 相比背景吹得有品味的她2.0 该剧背景结构 其实更接近去年的大热美剧大小谎言 选角和表演也非常有说服力 令人遗憾的点也在于 图纳有品大小之后的该剧 叙事手法和剧情略割裂 凌裂不足 狗血有鱼 看得出主创也在爱语痛的边缘 反复纠结 第四部图剧是TVN的金秘术为什么那样 坦白讲 跟随首播时间追完前四季的本湖 经历了从期待到兴奋再到失望的过程 对于没看过原著的异国追剧狗而言 少女慢改题材并不会为官剧增加预设的屏障 朴旭俊和朴敏英的表演是可预判的 惊喜只在于具体剧情中对人物进行动机的挖掘和处理 以及角色之间的碰撞 朴敏英是出了名最网夫的韩剧女演员 换一种角度来看 她挑本的眼光一直都不错 也有与不同表演风格的男演员搭档的能力 同时朴敏英也是一位聪明且努力的演员 想到哪个角度拍起来最美 达到自己擅长的类型和风格 朴敏英都非常清楚 从优秀的台词处理能力 也能看出她为之付出过的努力 2006年 朴敏英曾被选为大韩航空的专属电视模特 这个title对于韩国女星来说 是渴望而不可求的 类似头衔曾中选的女星 有韩佳人、李宝英、曹朱美等 挑选标准既有外形、气质 又考量艺人的公众形象和职业轨迹 朴敏英当时的中选理由是 东方的端庄和崭新的形象 很符合大韩航空跟进高级的服务精神 这句话也很好地概括了 她最十那九吻的角色类型 傻白甜 不了不了 温柔而不是坚韧 专业度爆表的职场女性更适合她 机密书为什么那样 无疑是朴敏英又一次成功的选择 然而演员能进一的范围有限 该剧令狐从期待转为失望的根本原因 是对利益的深化不够 今年韩剧主流女性题材 大多表现女性追求独立自主 而为职业理想而奋斗 或从家庭重返职场 但是自觉意识的觉醒 从不应被划定在某一种或几种生活状态 独立自主的本质是不被强迫 不被引导 不被裹挟 丧失名字的女神 是当代女性题材影视作品 很喜欢探讨的主题 然而有人在家庭生活里丧失姓名 也有人曾在职场中丧失 第一集中金秘书表现出的状态 正是如此 金秘书是金秘书吗 没有 没有 金秘书 要继续 你这些设计的设计是否会有关这些设计的设计 我真的太累了 然后,我会不会出现 然后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 自己的时间 是想要有关心 梦想的形态有千百种 有人希望通过事业证明自己 有人希望在家庭中创造价值 只有没有迷失自我 两种途径同样值得尊重 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金生是第一次曾在摇摆中试探性深觉 最终已打脸高中 金秘书的开头给了本胡一种 有望做成第二次20岁 纪念版的感觉 对不同阶段职场人风貌的展示 也颇有几分味道 然而三集之后证明 是胡的错觉 此剧是且只打算是统装的快乐水 影视作品既好看又有营养 同时还在故事中 呈现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冲突 与当下韩剧的创作环境而言 一数可遇不可求 当然金秘书的观感还是很流畅的 架构表演暂时也没什么硬伤 清凉一下填过也就罢了 土味烂剧土剧烂剧三个等级一过 那么A集又有哪些剧呢 咱们下期再接着盘 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